戴上你的耳机 泡上一杯咖啡 合上你的眼睛 欢迎你来到Cincia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Google Podcast,Apple Podcast,KKbox,Mixbox等等Podcast平台都可以听到我的音频 或是你Google搜寻Cincia热可可就可以找到我的平台哦 请帮我关注按赞订阅起来的啊 那想跟大家分享最近我的生活 最近生活有点水逆哦 其实我已经过了42岁了嘛 今年过8月的话我就43岁 所以呢我想呼吁各位妇女呢 如果你过了40岁 然后你是有乳癌家族病史的话 我建议你一定要去做一次乳房超音波以及乳房摄影 那关于乳房摄影这件事情 我之前在38岁的时候 我就有被通知我要去做 因为他们其实医院都会蛮热心的啦 就觉得你年纪接近应该要去做一下 就是乳房超音波乳房摄影 还有子宫的检查嘛 那我子宫检查一直都有在做 然后只是乳房摄影我一直都听说很痛 所以我最近就鼓起勇气去做 那是什么契机让我去做呢 就是公司有安排健康检查啦 那我们公司不是每一年都有健康检查 我们是每两年一次 刚好这一次健康检查 我就发现身体多了很多红字 比两年前多了非常多红字 因为我两年前其实有检查出 我有甲状腺结结 但后来我去做穿刺之后就发现 哦其实是正常的 就没有想要这次健康检查之后呢 我的甲状腺结结变大之外 我的子宫肌瘤找到两颗七公分那么大的 然后主要是乳房 就是左侧跟右侧乳房都有检查到纤维瘤 然后也有不正常的形状的瘤 尤其是右边的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紧张 我就跑去荣种的乳医门诊去做检查 然后他们就是安排我去做乳房的摄影 还有乳房超音波 结果乳房摄影下来的结果就说 我在右边的乳运下方有一颗不太正常的 那其他的三颗他们都觉得就是良性的纤维瘤 可以再观察 我很久以前有去过乳医门诊 那是好多年前了 那个时候其实在右侧就有发现到一个硬块 可能那时候是良性的 但这次健康检查竟然发现到三颗 我就觉得欸怎么会这样子 我就有思考到说是不是我饮食不正常啊 或怎么怎么样 那尤其我妈妈是乳癌患者嘛 然后她虽然已经康复了 但其实近亲的话都会有机会得到乳癌 所以我就很紧张 然后上礼拜五月三十一号 我就去做乳房切片 然后我这礼拜六月九号 要去看乳房切片的结果 所以希望听众能帮我祈祷一下 结果是好的哦 因为我看我妈妈得癌症那一年 其实真的非常辛苦 花了很多钱之外 然后关于保险的部分 还有就是生活上的一些自理方面非常困难 然后尤其也会影响到身边的人 要去怎么照顾她 大家都要排出时间来照顾她 然后花的钱也非常多 做标靶啊 做化疗啊 还有做之后的荷尔蒙疗法等等等等的 都非常花钱 大家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也要有那个概念要去买保险哦 那至于要买什么保险 你可以跟你的保际人员 还有保险人员去谈 这个我就不在节目上多说 以免有人觉得我在做业配哦 那总之 希望我是健康正常的啦 好那今天呢 主要主题是想来跟大家介绍 我最近看的这本书哦 是一个南韩记者 叫做南亨道的人呢 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 和小人物过一日生活 从二十人生百态的观察 获得坚持不弃的力量 他一面主要分成三大章节 第一章节主要是聊弱势族群 第二章节主要是聊小人物的一日生活 第三章节是想说 活出自我就从这一步开始 像第一章节啊 弱势族群 他就有聊到有关女人穿胸罩这件事情 以及如果你已婚 然后你自己是男生 你照顾小孩的一日经验 以及他化身八十岁的老人 去体会八十岁的老人的生活 那第二章节呢 他就是去找我们生活当中 所出现一些小人物 像是做废纸回收的啦 或是像是亲道夫啊 还有拿白手杖的盲人啊 穿防火衣的消防员啊 以及殡葬业者 还有等等等的这些小人物哦 他亲自自己去体验这些人生活 然后还有访问这些人生活 然后去透过他温暖生动的笔触 去用第一视角的角度 去说每一个人的故事背后 有什么样的背景体验 以及他体验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如何同理心这些小人物的生活 从而检讨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哦 我觉得其实这个南横道记者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以前一直觉得 南横的男人非常大男人 不管你是从戏剧上面 或是从生活周遭女孩子的口中 听到的南横的男人 都非常的大男人耶 而且感觉好像就不太会尊重女生 男尊女卑那个观念 会让我觉得深刻的 有刻板印象啦 可是没想到我看了这本书以后 我对南横的男人有了不同的观点耶 这个男生他竟然做了很多事情是 以男生的角度上面来讲 是有点上自尊心的 比方来讲他为了知道 女生穿胸罩是有多么不舒服 他就穿了一整天的胸罩 他甚至就穿着坐地铁啊 然后在公司上班啊 面对很多异样的眼光跟善笑哦 但是他穿了一整天的感觉就是 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女生到家之后 都会想要把胸罩脱掉 然后他也终于体会到说 胸罩对于女人来讲是 多么的束缚 多么不舒服 那我其实感觉到他 也不是什么女权运动者啦 他就是只是会站在别人角度去想事情 包含你去读他的 比较印象深刻的是那个 被指回收业者 以及清道夫 以及白手照这三个故事哦 这三个故事他各自去体会 比如说回收业者的一整天的搬箱子啊 还有去收破烂的生活啊 那个过程是真的非常的心酸 然后他也感受到说 哦这么老的一个人 然后你还要推着那么重的推车 然后不分春夏秋冬哦 不分天气炎热或是寒冷 你都要在外面捡破烂 捡那些箱子 然后有些人是任意的丢弃箱子啊 那个箱子上面有很多钉子他都得一个一个拔掉 一个一个拆掉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压扁 然后还要去捡一些人家不要的垃圾 最后可能只能换得一餐的费用 那真的是非常心酸 他可能工作八个小时 甚至十个小时 甚至更久 他只能拿到一点点的钱 或是他去体验就是盲人 他看不到的世界之后 他怎么在道路上面遇到困难 他怎么在路上遇到霸凌 他怎么一路在看不到的状况 一路去搭公车搭地铁 然后最后到达乳伊岛的乳伊岛赏花季哦 提外话 其实我曾经去过乳伊岛赏花季 真的非常漂亮 大概是每年四五月那个时候 会在乳伊岛站附近做开放访客观赏 所以如果今年COVID-19的疫情 稍微比较没那么严重的话 大家也许可以飞去韩国看一下 我真的非常推荐 一定要去那里看一下铁花 超级超级美丽的 好转回来 然后他就去体验 就是中间当盲人的一些困难点 以及无助的地方 他都写得非常生动 比方说他在公车站前因为看不到东西嘛 所以他只能让公车一般一般的过 因为他根本搞不清楚哪台公车是他要去的 在道路上面以及公车站牌也没有类似的点字系统 可以让他去阅读哪台公车可以到他要的站 甚至他上车下车也都很不方便 都必须要靠身边人善意的帮忙 他才有办法顺利到家 所以对我们来讲可能从家里到看櫻花地点 只要搭个公车 maybe最久一个小时就可以到 可他那天竟然花了将近半天的时间 才到了会场去看櫻花 所以你可想而知 如果你真的是忙人的话 那会有多无助 会有多辛苦哦 还有他也去体验了清道夫的生活 我觉得看到那个清道夫的生活 我也觉得很感叹耶 大家有想过比如说你在等公车的时候 有一些清道夫在那边扫落叶啊 扫垃圾 我们其实都忽略他们 也不会特别感谢他们对不对 因为会觉得那就是他们工作 也不会想太多 可是经由他很生动 还有他自己去体验清道夫的生活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 你会开始去思考 我是不是比方说 随手的垃圾不要去乱丢 我们就要找一个垃圾桶丢着 或是一整天就拿着把它收好 那我们是不是烟蒂不要乱丢 我们甚至也不要随便乱涂毯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好不容易清扫好的街道 你就直接在他们面前糟蹋这个街道 那他们有多辛苦有多心痛啊 这个记者就现场就直接遇到 好几个这样子的人 甚至他也有叙述到说 道路上面有很多散发的名单啊 广告传单啊 就这样粘在那个人心道上 然后他们必须要很困难的 扫了好几次才能把那一张一张 很难清理的名信片啊 或是广告传单 把它清理干净 甚至他扫到夜店附近 很多呕吐物啊 甚至很难闻的东西 他都必须要清扫 所以大家真的有时候 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真的要有一点功德心 虽然我们常常听 功德心三个字已经听到腻了 甚至听到最后也会忽视 什么叫做功德心 可是其实你抽空看看这本书吧 你会忽然发现 自己会内心很愧疚 因为看完很多里面的一些小故事 你会发现说 哦原来我曾经做过 那么没有同理性的事情 可是是无意识之间做的 连记者他自己也会经过这些 经历这些小人物生活之后 他自己也有在检讨他自己 为什么当时会做那些行为 造成这些人的困扰呢 当然他还有体验很多不同的生活啦 都非常的精彩有趣 我建议你一定要看看这本书 你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人生彩色很多 因为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发现 身边有些人会对于 人事物有一些负面的观感 或是他对于人生 会有一些负面的思考 会觉得人家都对他很不好 怎么怎么样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去抽空 过过这些人的生活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过得很幸福 人在福中不知福啊 所以你看完这些人的故事 你会深深的觉得原来 在我们更下面的人 有一些人是在底层社会 这么辛苦的生活着 这么努力的挣扎着要活着 那你还敢说你不想活着 或是你还敢一直在讨论自杀这件事情吗 其实我看完以后真的觉得很感动 这本书是会让你有点想哭的 而且有些故事会让你读了 觉得很心酸很心痛 可是它们就真的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所以我很推荐你去看这本书 然后Cynthia有把这本书的电子书 以及平面书的连结 放在我的频道说明下方 那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如果你想购买的话 你就进去购买 不勉强你哦 因为对于我来讲啊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 那不管你喜欢电子书或平面书 其实就看你自己的阅读喜好咯 那书就介绍到这边啦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音频哦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音频的话 请在频道上方帮我按关注 订阅以及按赞 或是你在底下留言给我哦 我在KKBOX Google Podcast Apple Podcast Mixbox YouTube等平台 都有我的音频连结 也欢迎你去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灯哦 那就下本书再见啦 拜拜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 欢迎你在Cynthia热可可频道上方 按订阅 关注 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 如果有新的节目 就会及时通知你哦 让我们下集见 拜拜